明星党宣布将在大选时攻打西马半岛26个国会议席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马华琴总会长翁诗杰重返班登 对类共争党协理主席拉斐兹 曾经在1989年开始 蝉联六届班登国会议员的翁诗杰 如今以明星党旗帜出战 他还说希望和拉斐兹的交战是一场君子之战 翁诗杰表示经过比较之后 他才选择加入明星党 希望打造跨越种族和宗教的先政治模式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这股东风就是来自沙巴的明星党 如果你比方说你几方面的联合体 其实你都争不脱种族和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那么何不如呢 何不如我必须要选择这个呢 所谓说比较清新的 让人家耳目一新的 耳目一新的这样的一个正式模式 明星党其他值得注意的议席包括 前行动党雪州联花院卓议员李维昌 将攻打安邦国席 前武级缅登及旺沙马珠国会员黄珠强 将攻打旺沙马珠国席 前行动党热动国会员黄泉安 将攻打巴扬巴鲁国席 前武统亚罗蒙古都州议员法兹尔将攻打亚罗士大国席 第2 update 第2 update